一言刘新忧 1月14日现身香港尖沙嘴某电影院 出席主演的新片《灭带宗师》首映里 导演黄子华在介绍刘新忧时 表示一开始想要找一个有运动体制的人拍戏 得知刘新忧经常跑马拉松后就相信了对方 但后来发现刘新忧在训练的过程中相当辛苦 高强度训练半年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令刘新忧在一旁也听得忍不住流泪 看来他真的是为了这部戏付出了很多 刚才导演说的那番话 就是让我回想到 我第一天答应他要拍这部戏 所要付出的努力 因为我其实我有 他一直很担心 他受不了然后就不拍了 所以我答应过他 他我不会放弃 我觉得今天就是兑现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所以对我跟这部戏都有个交代 另外刘新忧表示 严格来说是训练了四个月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学过拳击 到了差不多要开拍时 才努力操练肌肉 其实女生比男生练肌肉更难 那刘新忧你会不会现在不习惯自己操练的这么健硕呢 其实我一直在心里想了只有 我怎么样才可以骗到观众的眼睛 我像一个拳手 所以真的是付出不同的代价 比如说我会去晒太阳 然后我会去像一般拳手要比赛之前 会去水嘛 会减水 他们都不喝水要过磅 然后我也是有采用不喝水的方法去 令到自己的身形看起来线条感比较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人生第一次 也很感恩导演给我这个机会 做一个拳手 此外黄子华自爆为了拍摄新片 甚至卖了一套房子 不知道刘新忧有没有心疼导演 而用优惠架帮忙拍摄呢 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导演卖楼这件事情 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很难过 我就很想要把他卖一些东西 就我家里有什么东西 我把他卖 然后可以筹款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做事情 做这么认真 很蛮感动的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不能让他们给因为 粉丝 感觉 能不能让他 我乖 就能画一standen